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到此讲座绝对是满满的感谢与开心 可是更让人激动的是这13年来的点点滴滴 Chanel 13年前从温哥华的列治文出发 原本只有旗舰店第一家店 随着时间加上大家口耳相传的支持 客人需求量变大 所以我们接二连三的开了第二家第三家的连锁店 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太困难 但确实很辛苦 温哥华这个来来去去的城市 相信众老板们跟我们一样 有人才短缺的苦恼 所以许多老板们更是需要随时随地的亲密情为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一路顺利地走了过来 对外提供客户们最好的服务 每次看到大家做完美甲跟保养 带给大家疗愈心情的愉快 对内提供舞台给伙伴们发挥 跟同人们之间的互相学习 看着少女们变妈妈 这些都是王老板的成就哦 我们以我们是海外华人为荣 台湾人要在北美创业 本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是少数族群之外 也有着语言不同的挑战 当初只是因为王老板的一个小小心愿 好想做美甲哦 可是找不到环境美丽 技术又好的美甲店 所以不小心自己就开了一家 这13年来看着一家店变三家店 看着在职伙伴从少女变妈妈 亦或是毕业的伙伴们 有着不同的发展 王老板都想谢谢大家 一路的陪伴与成长 没有你们就没有许鸟 即使荣获了此奖项 我们一样会继续努力 做业界的榜样 带领美甲业继续前进 好啦 听Nancy说这么多 那我们也来听听王老板当天的致辞咯 各位姐妹们 我小孩都能交换报道 感谢各位相对了 爸爸业继续的朋友 我非常开心 我非常能去得到这个表演 感谢大家在海外 后面真的很不容易 所有的老板们 都必须去进行为外 但这边的资源 真的都不想 很贺欠 许鸟冲第十二年来 我非常感谢这一路上 支持 爱护许鸟的所有的伙伴 因为永远我是在 许鸟才会有今天的关门 而我今天才会 站在这里 这次感觉 跟许鸟来说 是一个渔世男人成功 我希望带着这份力量 跟荣耀 能够继续坚持勇敢的 打批下去 谢谢大家 拜拜 最后谢谢台湾商会的主办 让我们有这个荣幸参与这个盛会 也一起来看看主办单位提供的记录影片吧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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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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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